好 我们来听 精彩的交锋在疫苗上 好 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 拜登说他当选了以后 强制所有的美国人都要戴口罩 那川普立刻说外界误会 我口罩随身戴着 马上就拿一个口罩出来 那假如拜登真的选上的话 不得了 我们来看一下1325的恒大 恒大你可以看 就是在这个辩论节 就是在他们炒口罩和疫苗的时候 就开始挤拉了 开始挤拉 我们看他的K线 其实他从高点以来 200多块已经大概回档将近一半 所以主力今天都在看辩论 对 你看今天本来都已经忘记这档股票 开始拉台 另外疫苗 台湾的高端疫苗今天食药署通过第一期的人体试验 而且现在外传川普很有可能硬干 就是在11月3号之前马上要出第一支疫苗 即便FDA说这不占照程序 但阿扎说没关系我说了算 所以疫苗股是不是有机会反应 也一样都是在这个辩论结束了这个附近的时候 高端疫苗就开始大拉 股价涨了5% 我们看到K线 其实他这一波已经回档了 从高点回档了差不多30% 所以今天也应该有人特别来进场了 好 到底辩论会谁表现好谁表现不好 到底未来谁当选谁落选会关系到你我的荷包 关系到全球股市以及各股的脉动 当然在11月3号之前川普的民调越落后 川普就有可能会出险招 出奇招 甚至于打中国会越打越重 所以很多人在看现在川普的民调落后 大概10个百分点 那么在杀了华为之后又杀了中心 杀了中心之后据说下一个目标已经锁定了 憲哥 好 那川普今天的一个民调往下调 他知道缓中筹中才有票 所以他对中国的一个围堵也好 二杀也好一定会越来越重 现在我们知道华为中心之后 现在被点名的这三家 长江储存 还有那个长新储存 长新储存 以及中伪 对 那这三家呢 我们现在讲这个长江储存 长江储存它成立在2016年的7月 它目前是做Netflix快散记忆体 它已经是64成的已经在量产 明年要挑战128成 但是三星听说现在已经在做160成了 所以现在国内的一个微缸跟群联 它是跟三星来做一个合作 那我们再来讲这个长新储存 长新储存它是在合肥 它是做DLAM 那DLAM它是中国的第一颗 DLAM是它做出来的19奈米的一个制程 另外它现在已经进入到DLAM的第四代 DDR第四 另外LP DDR4 X4都已经在做了 它最主要是在PC市场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如果会影响 影响到整个中国的一个DLAM的一个 它的未来的一个发展 因为是第一颗真的中国人制造的 那第三家就是中维半导体 那讲到中维半导体 这一家真的很厉害 它自己研发5奈米的一个科室机 那现在来讲 5奈米科室机它已经开始要量产 而且要做晶片来交给高通 交给英特尔 交给苹果 埃斯摩尔它现在的一个科室机 做多少 七奈米而已 它再来都做光科机 那讲到这一家的一个CEO 他是尹智瑶真的很厉害 他过去在美国在矽谷服务 在英特尔以及在应用材料 他服务了16年 他个人有60项的一个专利 那最近不是因为中国新吗 中国在十四五计划里面 要投资很大 要发展中国半导体吗 那中国的媒体就一直讲说 我们不要怕 不要怕 我们中国有中维 这个多厉害多厉害 他说你媒体 拜托 你不要继续鼓吹 不要太厉害 不是 因为中维越厉害 美国越想杀 对 你怕死对吧 所以有人说他是中国里面 所有半导体里面最诚实的CEO 好 所以中国半导体 从中心到长江存储 到 常新存储 到中维很有可能 一个一个都被宰杀 你越厉害 他抬得越胸 对 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当然想要晶片自制 当然想要半导体自制 所以据说不只是中央花大钱 地方也在花大钱 当然 那我们在上上礼拜 有讲过 在十四五计划里面 已经通过九点五兆 要投入到中国半导体 这一个国家产业里面 而且要自立自足 那现在中央的政策 已经出来了 底下开始第一家跑出来的 广东省 所以我未来每年都要投出十亿 我要做广东本身的一个产业 要做半导体的产业 再讲出来以后 我跟你讲 武汉红星 欢喜到要死 武汉红星是不是 不才就要投去了 是啊 他们现在又找到一个新的据点 开始要转进到广东去骗了 所以现在武汉红星的高层 慢慢都已经在离止了 但是他跟底下人讲说 管一管你们都不要走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要抛弃这家公司 我们未来会转进到广州 继续要花光花热 又要去骗政府的部队了 所以大家想说原来又来的那一套 跟2013年那时候的时空背景 是一样的 2013年第一个喊出 要发展这个半导体的就是武汉 就是湖北省的武汉 那我武汉要什么 我要去北京这个上海之后 要全中国的第三个半导体城市 未来的五年 我的产值是5000亿 这个发出来而已 开始就有人响应了 有一对一个男女在2017年 一个叫曹珊 一个叫李雪苑 这两个人完全都没有 电子科技的背景 他们在北京成立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光亮蓝土科技 他的资本有多少 18亿人民币 不得了 那是在浸在下下而已 根本就没有半毛钱进去 结果他就去游说游说 武汉政府就跟他合作 结果宏心90%的股份 免费就给这一家光亮蓝土 他完全一毛钱都不用花 钱都是武汉政府花的 结果他拥有90% 这个武汉红星的一个股权 那你既然有了以后 你主导对不对 第一个要做什么 开始要做现象 现象两个字好像很熟对不对 以前在南陵 片岸里面不是要做现象吗 第一个现象 未来的蓝土要画出来 我们武汉红星 未来一定要成为台湾的台积电 美国的英特尔 中国的要类似这样子 然后他就成立14奈米 7奈米的一个生产线成立了 成立以后他根本没有东西 只要上级官员来的时候 就开灯 然后假装在那边包装 其实一切都是骗的 然后我们要请一个有分量的人 来当我们的顾问 讲大 讲大就这样被骗了 我们要挖人才 挖谁 挖台积电的人才 挖一百个 挖挖挖 但是你还是不行 你有没有东西 有未来的光刻机的时代 我们要跟艾斯莫尔订光刻机 花了几千万美金 订进来 摆在那边给人家看 对 所以这个现象一做出来以后 就等了挖了一个大洞 挖了一个陷阱 就等这个武汉的政府跳下来 所以现在这个要复制到广州广东去 所以你不要看 现在全中国大家都在计划 为什么 因为9.5兆太多的不骗白不骗 所以我们看光是今年一到八月份 成立了这一些半导体公司 有九千三百三十五家 比去年同期成长一百二十一% 那你知道这些人都什么你知道吗 都是做什么 做行销的 做医美的 甚至做完全都不一样行业的 反正外行的 通通跳进来的 所以大家都要开始来骗政府的钱 好 但是我们回到 这一波又一波的美国杀中企 第一波杀的是华为 华为到底死了没有 我到现在还很好奇 它现在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华为在5G这个部分 应该几乎已经停摆了 就是说手机这个部分 它已经认了 但是它在其他部分来讲 它还有它发展的空间 所以5G这一块恐怕已经挖掉了 对 这一个部分 连那个英国都已经是 附和到加入到美国 对了 英国最近电信公司 它采取的5G的 这个合作的伙伴是Nokia 所以华为已经被排除了 现在连美国都自动出来讲说 我现在已经自动停止供货给华为 虽然华为的一个运算能力 各方面那些部分的晶片 还是买我的 但是我已经不卖给它了 我现在上一季度 我公布出来一季很好很棒 年成长24% 但是我跟你讲 下一季跟下下一季 未来两季 第一任功过于求 美国只能这么说而已 股票盘后跌4.16% 不话说 现在事情大条了 所以这些气商权 不要以为上华为美气 像美光自己也中胸 但我们回来谈 既然这一次锁定的目标 是在中国的低远族群 包括长江存储 长西以及中围 台湾的低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短多长风 因为短线可能有替代效应 比如说赶快供货给它 击单转单都是击单 但是长线来讲 既然连美光都不能供货 我不相信台湾所有的低远场 以及这些Flash等等 都没有美国技术在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2408的一个南亚科 那南亚科今天是开低 震荡 走高 我们来看K线 所以短线势力多 对对对 K线图它还算是一个多头的排列 但是你还是要小心 第二个我们来看3260的威刚 威刚 来 威刚也是开低 跟长江存储合作 对 有关系的 那理论上来讲 其实它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低论以外 它还有Flash 所以它的受的影响 比较没有那么大 而且其实它的EPS还不错 也就是它的本预比算比较低的 那理论上它现在K线 还是一个多空拉锯 那你不要太早跳下去 再来我们看4967的石拳 那石拳今天开高走低 我们来看它的K线图 那这个K线图看起来就比较差了 就比较差 它的替代效应就比较小 所以理论上来讲 如果说有那样的一个机会进来 拉高还是要先跑一趟 好 也就转单是短 多